在羅東火車站廣場集合 要展開這一間的遊程 領琴老師先帶領作操 往下壓 12345673 12345673 車站旁就是林彥文化園區 領著單車大家鑽進林場茂密的林英廊道 走進除木池前 有解說老師向車友講解 繁華的商業羅東城 從林業起步的故事 羅東的林業文化 我們就必須要了解到太平山 沒有太平山的林木的話 就沒有羅東這麼繁榮的地方 隨著森林保育的觀念興起 林場成為教育生態園區 是羅東一處值得歇腳的好去處 看到羅東重鎮發展的起點 再來到周邊三可院的遺址 百年老錯的建築格局 與傳統門窗和磁窯記憶 是古今匯流的台灣城市縮影 高架橋做了之後徵收了 只剩下這些而已 但是因為你看上面的鐵皮屋 你會感覺到說 這個是地圖一種很無奈的表示 一種抗議 為什麼一個政府不重視這種 這麼好的這麼有歷史的價值 羅東是全台灣面積最小的行政區域 但是這類人保有許多農地保護區 近年來雖然積極爭取開發 但是外地遊客 一看到這大片綠油油的鄉間農田 都感到心曠神怡 這裡 井陵羅東的武傑和三星兩個鄉 以歪仔歪橋相互串接 這裡是小說家黃春明 最愛提起的怪橋名 遊客不曾駐足停留在這裡過 森林鐵路從這邊過 那個橋是用木材做的 那鐵路一過去的話 火車一過去的話會 所以說又叫做歪啊歪 下橋後的法夾灣 轉進了羅東溪旁的安農溪自行車道 這裡由水利署第一河川局 整製成全國最美麗的生態河川 規劃完善的自行車道 讓大家在這裡享受 其力的美感 開拓視野 好不好玩啊 好玩 非常好玩 好好玩 讚讚讚 林廠在快幕的五分車 曾走過的大洲車站 現在修復完成成為一處讓遊客休息的驛站 單單從地名就能夠領略鮮明艱辛開墾的歷史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很多土地都是台庭的 因為台庭都種感情 所以兩萬五就是種兩萬五千層的感情 所以台灣我們宜蘭很多地名 這樣子很有趣的來自 堅據教育和樂趣的一廂一特色 一個月一清奇 成為家長和孩子培養感情 寓教娛樂的旅遊新選擇 結合了有一個運動 那又有一個在地的生態的介紹 也能夠了解一些民俗風情 我覺得這個活動還不錯 就帶他們來參加 像這種機會啦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然後全家 然後一起 就是有個全家新的活動 加上它其實有一個教育意義 對 我覺得還蠻好的 很用心 因為平常這種路 自己是不太會像棋 就是能騎到這種鄉間小路還不錯 宜蘭羅東非常的美 所以一路上騎的感覺非常的舒服舒適 雖然腳程慢一點 可是還是跟得上對不對 安東溪兩側的駱宇松 在春天的季節正是清脆的鮮綠色 一旁是排排綠樹 另一旁則是潺潺溪流 遊客迎風起遊相當愉快 你看到紫色了 自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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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很開心 很開心耶 耶 溪流的分界線 是這個由農田水利會改建的分紅宴 這是早年 河川兩行農民徵水泉 避大水的特有水上建物 遊客體驗到不一樣的旅遊知識 那我覺得這整個活動下來 我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故鄉的 更多的一些故事 那也可以做到運動 對 那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活動這樣子 兼顧健康嘛 然後宜蘭的美景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老師們的講解都很精彩 然後兼具知性 然後又健康 然後又玩得很開心 就可以放輕鬆啊 接觸一下大自然 那今天走一下 感覺如何 還不錯啊 蠻放鬆的 老家就一樣 對啊 所以應該是 偶爾會聽家裡長輩講 對啊 但是如果說有這樣帶 其實我覺得 旅遊來說是比較深入的 對啊 你會覺得這邊的空氣 真的可以感受到不一樣 然後出來是在太陽騎腳踏車 我覺得這個活動特別好 是因為 就是有在地的資深的人 可以幫我們導覽宜蘭 讓我們可以更了解這塊土地 目前我是72歲 我騎車年資只有五年的時間 我對宜蘭以前是陌生的 只有從家裡到學校 參加這個活動之後 讓我了解了非常多的宜蘭的風光 讓我人生更有歷念 腳踏車最讚 宜蘭好好玩 Yeah 宜蘭真的好好玩又好漂亮 泳泉水源豐沛的柯林泳泉 以及霧原心靈文化園區 是宜蘭的中心地帶 在這裡學習飲水思源 更是物套便當創辦人 開放給旅人滋養心靈的原地 除了心靈要飽滿 騎單車費體力 身體也要來飽餐一頓 來到羅東溪休閒農業區 遊客服務中心 為大家準備的有機餐員 採收的蔬菜美食 這頓餐點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推動一箱一特色 一個月一清旗的推手 是中華兩岸自行車運動發展協會 基督以崭新的低碳旅遊模式 讓遊客與在地人更緊密連結 成為共好夥伴 我們有一條 這個所謂追風螢光大道 正式東北角 這一條真的在宜蘭是很漂亮的 也就是說我們常稱為微笑臺灣 就是可以看到整個歸山島的一條路線 連五月份開始 然後七月份在鎖城 八月份在蘇浩 都是宜蘭線的 雖然比較熱 但是跟大海接觸 是一種很陽光 對身心靈非常好的 那繼續再支持我們 謝謝 謝謝 謝謝一下我們的游理事長 游理事長是宜蘭線 推動低碳綠色旅遊 他的念資在資的 就是期待我們在雪山隧道通車之後 大家不要再開車擠進那麼窄小的兩階道的隧道而已 而是呢 可以用一種 經過雪山隧道 是一個開放身心靈窗口的一個廊道 進而呢 搭乘大眾護術工具來到宜蘭 就像各位這麼有智慧 選擇我們的自行車旅遊 對不對 對 給我們理事長 早上鼓勵一下 好 謝謝 然後開始再慢慢有 一組的咖啡家出來了 每一條路線 都有一個特色的DIY體驗活動 這一次要動手抽蓮香咖啡 對 要這樣中 OK 對 全部倒到滿 倒到滿 對 倒到滿 不用太滿 對 OK 再放下煮飯好了 OK 好香喔 好香喔 很香喔 盛產蓮花的羅東溪一代農田 結合現場烘焙的咖啡和乾燥蓮花 成為另類的現蔥咖啡 也有一番風味 好 咖啡 咖啡 口味很香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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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東有全國最大的運動公園 也有得到公共建築獎的文化工廠 在刮棚下 聽建築師黃申遠的設計理念 看日本樹屋大師 騰森照姓和民眾一同完成的 勞董宣茶屋 騎單車 學文化 便是一箱一特色 羅東快意生活線 既豐盛又回甘的享受